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各位继续观看 龙门石寨 龙门山顿火山于28至34万年前喷发 滚滚岩浆浩浩荡荡顺波而下 熔岩凝固后破裂成块 后经多次龙门山喷发运动和大地震筛斗蜕移 早期破裂的熔岩块翻涌 形成表面石块植柱堆积 其斩步形态如石河 石膏 总面积近50平方千米 石河 巨大的岩块 沿着一定的方向分布 犹如倒塌的石河 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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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火山盐块 层面形堆积 盐块大小比较均匀 分布有序 药泉山 是一座古火山 火口浅而平坦 直径320米 上世纪初 高森金仪大师在药泉山顶筹建了一座寺庙 称作钟灵禅寺 这座建在火山口上的寺庙比较罕见 在药泉山下 有蓝泉 北泉和番花泉等 属于铁硅质 铁钙型 重碳酸冷矿泉水 其中 南北二泉用于饮疗 对于消化系统的溃疡 胃炎等疾病 疗效良好 番花泉则用于洗疗 对于各种皮肤病 疗效显著 五大廉池矿泉 与法国的维西矿泉 俄罗斯被高加索矿泉一道 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 五大廉池是中国境内保存最完整 最典型 时代最新的火山群 被誉为火山博物馆 五大廉池已成为中国 第一个火山自然保护区 它既是旅游者欣赏各种美妙火山风光的景区 和修驾康辽圣地 也是火山地质科学研究和教学 实行的天然基地 天然基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雷博 您若喜欢本视频 尽请订阅雷博世界频道 支持雷博做更好的视频节目 谢谢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